在百年古鸡里头用餐 气氛是雅致悠闲的 这间餐厅原本是日治时期总督的别馆 道光复后成为无数陆军司令的馆设 里头承载着时空的痕迹 更见证无数国军纵横沙场的丰功伟业 现今民营化后 以结合餐饮与文艺的方式 让市民在古迹内用餐之时 缅怀感念历史 同时也让艺术文化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今天节目就带大家来看看 这间位于台北的百年古鸡 如何以餐饮结合文创 成为古仆如画 富有艺术文化风情的空间 现在这座古鸡 正式的名称是叫做 孙立仁将军官邸 它建造在日治时期的1907年 超过100年 那在日治时期呢 它是日本总督的别馆 我曾经有好几任的日本总督住在这里 那我们台湾光复以后呢 它就成为陆军总司令的官社 使用一直到这个我们去年 106年民营化以后 这座百年古鸡 让我们民间业者来经营 维护它 那成为一个新的文创产品 台湾光复以后 它就是我们的将军的官邸 就是我们陆军司令的官邸 那这边服务了很多代的司令 那每一个司令 它其实都有特别喜欢的菜色 那我们这次将军家宴的 就是把我们每代的司令喜欢的菜色 一一总汇出来 然后由我们的夏主厨夏师傅 再重新抄刀 把当时司令喜欢的菜色 一一重现它的美味 那我们首先介绍第一道这个 玉带麻辣水煮牛 那这个比较特别的部分 我们就是用我们的钢杯来盛装 在入战的时候 一个钢杯它有很多用处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重温当时 入战的感觉 所以我们用钢杯来盛装 这个玉带麻辣水煮牛 牛肉我们切片以后浆过 然后用洋葱爆香 然后用那个辣椒 跟那些豆丝提炼出来的酱汁 调味加糖然后加麻辣酱 最后干杯烫熟之后 过油让它表面酥脆 内心软嫩 然后组合起来后上菜 这一道碧绿凤腰会乌生呢 它其实就是用很滋补的我们的腰佛 跟我们带有胶原蛋白的乌生 那这个也是我们司令的作宴 常出现的一个菜色 这道百花凤翼将军鸡谈液非常深 那我们特别去找了跟孙将军当时养的土鸡 相似的品种 那它在上盘的时候会淋上我们的滚烫的热油 让它的表面比较精华油嫩 它比一般的土鸡吃起来还要更甜美 那所以这边就成为了我们一道招牌菜色 那剁椒鱼头就是一个我们夏师傅 他最主要一个香菜的菜系 像这个辣椒 它其实都是经过三天的腌制 所以它在辣椒吃起来它不是死辣的 它是有一种那个甜 比较顺口的一个辣味 然后在上桌的时候师傅会先淋上热油 让它跟那个葱的味道可以融合一下 那我们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在吃完鱼头的时候 我们会上一个剁椒鱼头酱的辣蛋面 我们这边准备的就是我们冬季进补的一个补汤类 那我们这边除了我们的十全大补汤 另外还有四种的补汤类 那这个也是个人份来我们餐厅的话 都可以一个一个点的汤中类 其实将军观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是以那个中餐厅的模式在经营 那名画之后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将古迹的空间活化再利用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餐饮空间跟文艺的结合 可以让艺术文化走进生活里 那也让市民可以在这边用餐之余 你可以欣赏这些文艺的一些元素 那让市民有机会可以走进这个古迹里 那也促进了这个人文与社区的一些交流 我们的长期目标其实是打造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 那成为这个人文创意产业的孵化器 这里的文创最可以创造的底蕴 其实就是结合新旧与多元历史文化 那在现代这么快的社会步调里 其实欣赏古迹建筑之美 反而是提醒我们在基于创造之余 不要忘记过去走过的路 那这同时也是我们团队 想要保存和展示的这个文创的价值的初衷 把所谓的日常生活的消费 譬如说餐饮 这样的消费 跟艺文活动可以做一个结合 希望这个古迹不只是一家餐厅 而希望成为一个台北市新的一个文创地标 也可以把本来比较小的艺文市场 透过跟大众消费结合 让它的市场更广大 让更多创作者的作品可以被社会大众看到 这是我们的未来想要发展的一个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